而新北市长朱一伦呢 今天下午并没有出席中常会 因为他要和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会面 时间刚好重叠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 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 面对媒体的询问 朱立伦只说一切以市政为主 现在最重要的是得到选民的认同 小朋友唱着原著名歌谣 2016国际少年运动会主办城市市新北 市长朱立伦替小将带上桂冠 期许战术好成绩 拼市政朱立伦下午更要和台北市长当选人 柯文哲会面 我们总是双北要继续合作 那有好多好多的议题 那也蛮久没有见面了 大家彼此聊聊天也交流一下 就为了这场会面 朱立伦将缺席下午国民党中常会 而这一场中常会 马总统将辞去党主席 是不是不想同台 我今天整个的市政行程都是满的 包括刚才有一些外宾 到现在等一下 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很重要的 精彩奖的颁奖典礼 言谈都是未来双北施政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 还是朱立伦在国民党的角色 胡胜高会不会参选下一任党主席 朱立伦说还是市政为主 我最重视的就是 这些对我们不够满意 或者是需要我们加强改进的 我不断检讨 那同时要全力的拼市政 我已经讲过说我全力的拼好市政 好谢谢 调头就走必谈党内权力分布的敏感议题 朱立伦低调 但外界对他未来还是充满想象 有点TV前子民朱祁鱼新北市报道